大家知道在众多的路由器钉字户中 它是有一款钉字户中的钉字户产品 那就是华硕的86U系列 这个系列虽然价格不菲 但是凭借扎实的做工和出色的性能 以及丰富的可玩性 收获了一众玩家的青睐 而最让小伙伴们欲罢不能的 就是它开放的固件生态了 那么这个系列最近升级到WiFi7之后 它的硬件性能也有了不小的提升 这就让我们这些喜欢折腾的人又蠢蠢欲动了 那么今天就教大家如何给这个钉字户 刷入观感系统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路由器的金水 这里先给没有入手过华硕路由器的小伙伴们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包装 这里面一个路由器的本体 说明书和把修卡 三根天线 一根网线 和一个12V 5A 60W的电源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体的外形 延续了AX86U的设计风格 粗看一下只有logo的部分和背后的散热开孔稍有不同 那B86U在顶部和底部都增加了散热开口 实际用起来它散热的表现也比前代好了不少 背面一个USB 2.0 一个USB 3.0 一个10G口 4个2.5G口 一个电源的开口 一个Reset按钮 左右两侧分别设置了独立的LED开关和WPS的开关 虽然作为华硕高端路由器的入门级的产品 B86U它的硬件也堪称豪华 SOC使用了B88U和八爪鱼同款的博通BCM4916 四核B53架构 核心频率在2.6GHz 那这款SOC的性能在路由器里面也是非常顶低的存在 那5G芯片也是搭载了B88U和八爪鱼同款的BCM6726的芯片 并且搭配了四颗高功率的独立放大芯片 支持四条空间流 160MHz频观 理论最高5764Mbps 2.4G搭载了BCM6711芯片 同时搭载了三颗高功率的独立放大芯片 那这个呢就相较B88U跟八爪鱼呢有所阉割 支持三天线40MHz的频宽 理论最高呢1032Mbps 10G的网口和4个2.5G的网口都是独享带宽的满血版本 比起市面上的高通方案共享5G带宽 用起来呢要好用了不少 好讲完了硬件呢我们开始刷机之前的准备 首先呢我们先要准备观改的固件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去小宝大佬的下载服务器里面下载 那么链接呢我会贴在评论区 这里面呢会有两个版本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在刷机之前呢首先我们要来到路由器的后台 我们找到高级设置 在系统管理里面我们找到回复出厂设置 这里建议大家先把系统初始化一下 这样呢就相对不容易出错 好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呢我们再次进入路由器的后台 我们找到高级设置 找到系统设置固件升级 这里呢建议关闭安全升级 我们来到最下面 找到手动固件更新 点击上传 我们找到之前下载好的观感固件 那这样呢就可以开始刷机了 我这里使用的最新的3.0.0.6-102β3的版本 那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在刷机的过程中呢 大家切记不要断开电源和网线 以免刷机出错 整个刷机的过程呢大概3到5分钟 那系统会自动重启 或者提示出现手动重启的字样 那这样呢就说明 刷机完成了 那如果超过10分钟还没有动静呢 那你就可以手动重启路由器之后 再做常识 刷机完成之后呢 系统会进入登录界面 我们登录之后呢 进入路由器的后台 拉到最下面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关改固件的软件中心了 目前的软件中心呢 已经有常用的48个应用 基本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使用需要了 那后续呢 小宝大佬也会持续的更新更多的内容 由于B86U的存储空间呢 相对比较小 那我在这呢给大家一个建议 大家准备一个U盘 来安装软件 那精神建议大家呢 可以使用USB3.0的U盘 或者是一个3.0的移动硬盘 都是可以的 那容量的大小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进行选择 首先呢我们要把U盘 或者移动硬盘 格式化为EXP4的格式 我们打开Disk Genius 找到我们需要格式化的这个设备 然后我们点击格式化 格式这里呢 我们选择EXP4 这里呢我们选择默认就好了 大家注意格式化呢 会清空你设备里的所有文件 所以在格式化之前呢 请大家一定做好文件备份 好 格式化完成之后呢 我们退出U盘 然后插到我们的USB3.0 就是这个蓝色的扣上 开完之后呢 我们回到路由器的后台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U盘呢 已经被我们的设备识别出来了 我们来到软件商店 找到这个USB挂载的插件 然后我们一键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呢 打开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识别出我们的这个U盘了 然后我们在下面 选择默认挂载路径 点击应用 跑完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U盘 被正确的挂载了 好 我们再次返回我们的软件商店 在这呢 随便下载一个插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软件 是安装在我们U盘上的空间的 大家看 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 总结 先看到这儿的小伙伴呢 都应该已经学会了 如何在BE88U 或者BE86U上 安装关改的部件了 那关改系统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在保留官方固件 所有的硬件功能 和软件生态的基础之上 还能给一些想小折腾一下的用户呢 更多的可玩性 和更多的想象空间 很多的常用软件和插件 都是可以在软件商店里面找到的 安装起来呢 一键达成 也非常之简单 如果这里面没有你想要的插件呢 你也可以通过 离线安装包 进行手动安装 大家懂得都懂啊 相对小白用户呢 就更容易上手 使用门槛呢 更低一些 在这里呢 也非常感谢小宝大佬 对本期节目的全方位的支持 也希望这期节目 可以在你选择路由器 和玩路由器的路上呢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你的每次点赞 评论或转发 都是我们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